应该说你生到一个土匿 你会很不错啦 就是有的富二代就是敢挥霍啊 但是如果是土匿的富二代应该不敢 好咯 所有的富翁 要生孩子之前来找我看一下 逆行出生的人都有一种特质 就是他们凡事都会比较久一点 那土星逆行也一样哦 很可能就会有 扫熟悲观或自信不足的地方 虽然每一个人的土星 都会带有这样的特质 但土星逆行的人 真的就是比别人麻烦一点 也许很多土星逆行的人 很早就意识到了责任的重要性 也就是他可能还没有长大到 去意识到这件事 环境就已经赋予他这样的任务或枷锁 比如说他很快就意识到 我好像是长男哦 我好像以后要养家哦 好像这个责任我以后要扛哦 这个环境就会很明白地告诉他 这是你的责任 这因为土星的人对苦这件事非常的有意识 所以他们的记性也比别人好 很多人脱离苦海之后 就往前看啊 就不要再回忆这些往事了 但土星逆行的人是 他心心念念都在那个苦 念自在自都在那个苦 他对那个苦非常的有感觉 因为毕竟是他的责任或他认为的义务 他不敢放下 有时候讲到那一件过去的事情 他还是会历历在目 那这也是个性的问题啦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问一个土星逆行的人 你苦在哪里 他是非常乐意在跟你重新说一遍的 各位也都知道 因为逆行会让这个行星在某一个地方 绕一圈才离开 所以很多土星逆行的人的确会有 绕远路的情况 土星顺行就是 跟苦正面对决 正面对干 该怎样就怎样 但土星逆行的人有时候会想要避开他 或者是会用你那个星座的方式去处理他 比如我自己就是土星逆行双鱼咯 有人如果告诉我说 你怎么知道签约不好 说不定签约很好啊 那我这个土星逆行双鱼的人就会觉得 那好 我先跟你签约 让你知道这个签约有多不好 以后你就知道有多不好了 那但是对我来说 我就要先签一个约 先证明它很不好 我才能够脱离枯海 这个就是一个土星逆行的绕远路 而且土星逆行的人 凡事都喜欢用时间来证明 所以他们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是一时兴起 也不会是三分钟热度 他们做任何事 一定都是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做规划 那你要跟他拼吗 那你也要准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来跟他拼哦 与其给别人压力 他宁可给自己压力 一个土星逆行 他经过经验法则得知 通常他给别人压力的时候 这个压力又会反映到他自己身上 所以他当然就宁可先给自己压力咯 先自己做好万全准备 先自己默默练功 如果你是土星逆行 最聪明的方法真的不是 就是向外寻求 比如说你的土星在夫妻宫好了 你如果先对你的另一半施压 你以为先下手为强会比较好吗 No 最后你会承受两倍的回弹 所以与其如此 不如从一开始 大家就做好你自己应尽的责任 或应尽的义务 这样你的婚姻关系 还会顾得比较好一点 还有一点呢 土星逆行的公位 一般人受苦是因为太轻薄 土星逆行所在的公位是你 太用力而受苦 所以有时候力道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土艺人待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会不会很不习惯 会 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 他必须要透过他自己很努力 而过得很舒服 他就安心了 因为是我努力来的 我写了50本书 所以我应该要有这个场面 如果他只有一本书 他会不敢相信 这么欢迎我 我还怕 那你可以想象这种 一定是很努力的 老师天上土星逆行的话 土地人会更辛苦吗 应该还好 我觉得是两码的事 因为土地是 人世间的每一个人 都在经历这件事 那对土星逆行的人来说 蛮细以为常吧 老师那可以给土地人一些鼓励吗 我们期待晚年 我们这种命叫做走老运 那大概30岁是一个 Kamzaam 45岁是一个Kamzaam 你活到了像我这个年纪 我们就已经开始有点享福了 虽然还是很累 可是基本上 民生地位一定都有一个基本法 我们苦文久好不好 没有人叫我担责任 但我们会担 应该说 你生到一个土地 你会很不错啦 你要生一个懂得要吃土的孩子 他就会作为富二代也很苦这样 就是有的富二代就是敢挥霍啊 但是如果是土地的富二代应该不敢 好咯 所有的富翁 要生孩子之前来找我看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